好了 关心有一名罹患的精神疾病的原住民考生 他日前考上了国家特考 但却因为有罹患疾病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引发了宣传大波 而现在明代也打算要增订贤猪手条款 对性侵 性骚扰的公务人员祭出重罚 予以免职 尽管录取门槛低道不行 但每年的公职考试 报考人数屡屡创下新高 看上了就是公务人员的稳定薪水 但有一名原住民考生千辛万苦考商特考 还受完训练 却因为有精神疾病而被取消录取资格 对于有精神疾病的考生 国内的现行状况是可以考不能用 但为了避免流失人才 全需不同意 未来会视情况放宽标准 只要不影响工作将会弹性开放 而另一方面对于有性侵或性骚扰官司的公务人员 立委也打算修法予以免职 虽然这条贤猪手条款 大概保障两性在职场的权利 但性骚的范围太广泛 如何认定恐怕还得再讨论